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NURM频道 今天继续与大家分享陈好球的演艺人生 今集开始主要与大家分享陈好球曾经做过的演出 陈好球曾经在新江戏院与罗家英合作过 2004年11月24日,首先上演《六角大风响》 接着续演《烟枝泪洒战蒲孔》 另外11月25日演出《英雄泛国》 26日演出《三夕恩城》《二宅首》 27日演出《醉斩二王》 接着28日日场主要是演出《烤雄》、《龙凤争》、 《八税之争税》和《海旋》、《海旋》、《铁马银》、《铁马银分》、 《大破红洲》、《大破红洲》、《杜江》和《大破红洲》 另外那也参加过《明家》《明剧会演》 在2004年12月1日,在香港文化中心 参加了好少年剧团演出 剧目包括12月1日的《萧雄虎将美人威》 12月4日下午有《碧血写春秋》 12月5日下午的《碧血写春秋》 1971年,陈老球在普慶戏院演出了《摺子戏》 《三打竹家庄》 在这个《三打竹家庄》里面 他的拍档分别在《苏绍堂》 飾演石秀、《林锦堂》飾演竹标 另外还有《游星浦》、《新海泉》和《南锋》 另外在1972年,陈老球帮陈锦堂 担任监督感天花剧团演出《夜道红烧》 这也是《高星戏院》结业前最后一台的粤剧表演 接着就分享一些陈老球比较早期的演出 在1959年8月19日,陈老球在《利母台》演出过一出京剧 出京剧的剧目叫做《阴阳河》 另外在1959年11月8日,在《洛宫戏院》演出 同样是京剧,这套京剧的剧目叫做《市周省》 在1949年6月,陈老球曾经上过广州 在一些乡间的地方,包括并如广州 甚至远到去幅西的《吾州》 在《金星戏院》演出,当时逗留了几个月 演出完之后,他便随班回到香港 在这几个月之中,他当时初踏台版 初初是做梅香,后来一路升,升到上三邦 升到上三邦时,他已经积聚了不少舞台经验 在港西和广州演出完毕,回到香港之后 他已经被这片剧家卢山看中了 于是他就不断地在香港接班演出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些陈好球的琐碎日事 有些什么琐碎日事呢? 首先在1952年,任冰宜和石燕子结婚 陈好球是伴郎之一,当时伴郎仍然是林家星 此外陈好球,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他亦是一个资深道长 原来陈好球,原来陈好球是青虫观的资深道长 在1989年8月,陈好球面对报人 凌文就问到他多年来对于演唱艺术的体验 他就回答 他这样回答 他说,我时时都牢记着梅兰方大师曾经讲过的四个字 这四个字就是博、精、心、心、心 陈好球的爸爸就是陈启雄 陈启雄多年来曾经参与过 和创作过多个粤剧和曲艺的相关团体 原来,譬如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就在香港创办了《各星戏剧社》 在这个《各星戏剧社》里面 由白杰初和邓昭兰方等人 负责教导一些学生演戏 此外也帮一些学生排戏 这个戏剧社一直举办 直至到淪陷时期才开始停办 此外,陈好球的爸爸 也在日战时期主理过一个剧团 这个剧团就是《月圆新派剧团》 一直到和平之后 陈好球的爸爸,即是陈启雄 就和朱剑凡师傅 在香港再创办一个声评音乐社 陈好球也是声评音乐社里面的 永远名誉会长、社长 此外,在战后,邓昭兰方 也在香港扮起《南方粤剧学院》 这《南方粤剧学院》 陈好球也有份参与 好,今日和大家分享陈好球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先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N与阿LM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陈好球的演艺人生 拜拜